第三個我們要討論的是什麼新聞 我們又回到美國 美國又發生校園槍擊案 這個美國的校園槍擊案 近一年來真的多到你沒有辦法判斷 到底是獨立事件還是連續事件 或者他們之間彼此有串聯 但是看來看去好像都是獨立事件 那這一次是發生在 發生在那個俄勒岡州 是一個相當純樸的 就是美國西北部冰太平洋的 他最大層就波特蘭 台灣必要知道 一定知道波特蘭拓荒者對的家鄉 那這一次犯案的地點是一個小鎮 叫羅斯堡 羅斯堡之前真沒聽過 人口兩三萬人 一個伐木業觀光業那個小鎮 那當地有一個小小的 有一個社區學院幾千名學生 幾千名學生叫恩普瓜 是原住民語 當地的美洲原住民 就印第安人的原住民 叫恩普瓜社區學院 結果呢 結果當天就是有個傢伙 有個26歲的 名叫莫瑟的 哈坡莫瑟的傢伙 莫名其妙的就闖進去 他是這所學校的學生嗎 他好像曾經想要就讀這所學校 但好像沒有成功 並沒有 那年紀26歲 他住在當地 這個人其實背景蠻複雜的 因為他爸爸是英國人 他在英國出生 所以 但他媽是美國人 他媽 他媒體就沒有講他媽是不是美 是美國還是英國人 這很特別 對 那從小就跟著爸媽 就搬到加州 那幾年前呢 又從加州 跟他媽媽 他爸爸現在還在 還在加州 人家去訪問他的時候 一開一口 一開一口就是英國強 英式英文 對 他跟他媽媽 又搬到華盛頓州 而且很特別的是 他爸爸是白人 媽媽是黑人 可是他本人看起來是比較像黑人 黑人特徵比較明顯 對 所以就等於是他有 他是混血 他是混血 而且又不像傳統的 可能這一類的 這個發動者 一般來講 就跟美國的那個 profiling一樣 他的這個 Ciric killer 的第一個特徵 通常他說 超過八成以上的機會 就Caucation male 就是白人男性 但這個 顯然又不太符合傳統的 測血的對象 對 這位老兄 當天他就大大大地走進校園 直接走進 走進 這個 教室 先一槍 把那個教授幹掉 二話不說 近距離開槍 根本也沒有什麼宣誓什麼東西 然後 所有學生都趴在地上 大家都嚇死了 大家可以想像當時那種驚慌 驚慌失措 然後接下來他就把學生叫起來 一個月站起來 然後很特別問他們宗教信仰 問他信不信上帝 問他信不信上帝 然後如果說有學生講說 我是基督教徒 那我信仰上帝呢 那這個莫斯特就說 那很好 你很快就要去見你的造物主 那所以還是開槍 對 所以要總共殺了九個人 後來警方趕制 趕制他圍捕 跟他交火 最後他要自殺 所以這個動機 其實應該這樣講 這個事件 怪異就怪異在 他的動機是很混亂的 也就是 不是說我們一直以為說 好那單純可能就是納粹光頭黨這種風格 或者是想要穆斯林清洗 或者是想要發現他的怒氣 但他每一個東西都沾一點點 沾一點點 導致你不太確定他真實的動機是什麼 對 因為這個人他的背景複雜 他學歷大概只有高中畢業 他曾經加入陸軍 但一個月就被退訓 是 還不是 dishonored discharge 還沒有下部隊 一個月就退訓 就是說陸軍就說不堪管教 是 就退訓 對權威可能很有問題 對 那後來也沒有工作 那他鄰居說這個家就是一個怪咖 一天 一年到頭就穿著同樣的衣服 從來也 從來也不換 那跟別人也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互動 然後他在社群網路媒體上 當時還蠻活躍 那從 警方 零零的收集資料 拼圖 慢慢拼出來 他對 IRA 艾爾蘭反抗軍 共和軍 非常有興趣 這個單位已經很久沒有 任何 重要的行動了 不過當年是搞恐攻 那 對對對 對對對我知道 但他們自從簽署了 不知道 Belfast Good Friday 就那個基督少難日協議 對 就 就比較沒有運作 他怎麼會去回味這麼久以前 可能跟他英國根源有關係 那要來自英國 對 然後 很特別 他的 他的黑白混血 可是他對白人至上主義 有興趣 所以後來我看到他照片有一張剃了光筒的照片 對對對 拿著 納粹的旗幟 拿著 拿著那把槍 然後 可以看出來他對宗教很反感 不知道為什麼 他對宗教 宗教組織 相當反感 對教會這種體制 他覺得說是很糟糕的東西 對 然後他對那種重大刑案 他對那種重大刑案犯犯人 會覺得說 會覺得蠻仰慕蠻崇拜的 所以有收集他們的資料 對不對 會覺得這些人根本 根本就社會上的底層 人物根本沒有人知道 可是你轟轟烈放下一件案子之後 大家家喻戶曉 每個人都在談你 所以他搞不好也有一個特色 就很多媒體分析 就是說他可能很想要成名 對 而且更特別的是 這個傢伙26歲沒有工作 他媽媽在當地可能做的也是很基層的 藍領的工作 可是他當天 當天進入那個校園的時候 他帶了一把長槍 五把短槍 一場無端 這個買起來也不便宜 就是你光是就財力來講 第一個我們姑且先不論執照的問題 但是一場無端 加一加可能要到兩三千美金以上 對 而且後來警方在他身上 跟在他住的地方 趕不讓讓總共搜索 總共收到14把槍械 這到底怎麼搞的 等等這個 其實那如果就這樣來講 這個美國步槍協會就得要好好的解釋一下 怎麼會鬆散到這種程度 不讓一個無業 而且財務狀況也不是很好的 一個26歲 而且很顯然是有精神問題 是 然後你可以收集到這麼多的槍枝 你的管制問題 你的這個流通管道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而且這個警方後來去查資料 這14把槍械 全部都是合法管道購的 這個黑槍 沒有一把在他名下 沒有一把在街頭買的 都是 有些是他買的 有些是他家人買的 但是全部都是合法管道獲的 難怪歐巴馬後來那麼生氣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歐巴馬 當天在白宮開的那個講話 他說這已經變成routine 對 routine 他非常frustrating 所以這種校園槍 竟然變成routine 變成例行公事 變成常態化 那我身為一個總統 出來為這個事情發表感想發表 表示遺憾 我都膩了 安慰家人 安慰受害者家屬 也變成一種常態 對 而且說這個事情會不會再發生 他說我當然不希望再發生 但我們能保證 我任期 2017年1月20號結束前 不會 我不會再出來開同樣記者會 他說我不能保證 很無奈 因為他當時的這個發言 其實是很激動 所以我那時候看完之後 這個 我還在思考說 他有沒有可能發動那個行政命令 也就是executive order 來直接挑戰這個憲法保障的擁槍權 對 因為他其實已經講過很多次 他對這個事情 非常有意見 然後從 之前的這個小學 校園槍擊 一路走來到目前為止 所有的事件 其實累積起來 在民間的動能 其實算是很強烈的 對 其實我們從歐巴馬的憤怒 可以看出美國社會的那個荒謬 因為這些事件不斷的發生 你說這一次總共死了10個人 包含兇手在內 9個人受傷 然後已經讓人好受不了 可大家知道 上一次發生這麼大類似規模的 在康乃迪克州 一個叫Sandy Hook的一個學校 那個學校是什麼學校 是小學 是 死的是什麼人 是小朋友 小學生 小朋友 而且死了20幾個小朋友 小男孩小女孩 那個事件有沒有對美國的勇槍權 美國的槍支管制 產生任何效應 在地方上是有 在州 各州好像是有稍微加強一點 但是國會 當時的豪巴馬他就 他就 他就要民主黨 在國會推案 要修法 結果呢 還是被擋下來 對 沒有任何的改變 因為很簡單 美國步槍學會很有錢 然後 他有非常多的資源 可以遊說這些參眾議員 而且 很多州可能有不少的工作 都是靠這個步槍協會提供 然後 我記得歐巴馬這場演講裡面 特別提到 就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過去幾年 死在恐怖主義攻擊 跟死在槍支濫用底下的 美國人數字到底多少 我記得我看到一個版本是 在美國本土被槍擊事件 就槍支濫用所殺害的美國人 大概有24000多人 對 然後 這個 因恐怖攻擊而死亡的美國人 大概有220幾人 對 超時差了100倍 對 那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要怎麼樣子說美國 應該要花大錢去海外 打擊恐怖主義 跟打擊國內的這些喪心病狂的 反社會主義者 我覺得他確實產生了非常非常大 令人質疑的一個狀況 對 所以我們就看到美國社會一個非常特殊 非常變態的地方 他基本上他是全世界大概 除了伊拉克阿富汗這種交戰國之外 全世界槍支最容易獲得的 是 最容易獲得的國家 而且他們一再的發生了慘案 那民眾也 民間也有不斷加強槍支管制的聲浪 但是永遠有另外一股勢力堅持憲法 憲法第二號那個徵修條文第二條 就是第二修正案 我們的永槍權是不可不可侵犯 加上任何一點限制 我都怕你會親門踏戶 你會越來越嚴格 全部立黨 所以 歐巴馬雖然生氣 雖然又有校園強擊案 雖然我們知道校園槍下一場慘案 隨時會發生 但是我們可以預期美國的 至少在國會立法方面 不會有任何改變 是 所以對美國人來講 這就是他的宿命啊 因為當初是由民兵捍衛了國家的獨立 但因此民兵所造成的結果 就是現在非常容易取得槍支 那任何一個social path 任何一個反社會主義者 都可以輕易的殺害 五倍十倍以上的這個 無辜的受害者的時候 美國接下來到底要怎麼面對這個狀況 恐怕是一個非常值得討論的議題 但不管怎麼樣 今天我們節目先到這邊告一段落啦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拜拜